还在等吗 风卷飞沙 繁华落下 冰的天涯 你的温光 黑暗中淹没 回忆住了扎作 握不住你的手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害怕的是我 多怀疑我 难道明信刻骨的感受 不是这么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我也想要更愿意的更多 要怎么做 再怎么做 始终我全都没离开过 的你的是我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被忘的是唯一的执着 所有铭心刻骨的感受 都是真的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多想解开爱你的我 要怎么挣扎 要怎么勇敢冲作 天的是我 人家 爱 人家 别动 别动 你又怎么样才能放过叶元啊 他到底哪里好值得你为他这样做 请郡主网看一遍 这是国师要我替他做的事 请罪失明 赵兰芝 国师要我杀了你 我怎可违抗失明 更何况 你在这儿威业远安跪了这么久 我凭什么要放过你 我恨你 请天后则成国师放了远安 另寻侄天说 起来吧 跟本宫去趟国师那里 遵旨 你瞧瞧你 怎么老成这副德行啊 老妈 还好啊 不过你也是 十九年了一点都没变 还那么胖 死胖子 戴这个帽子 就是为了织这条巴巴 算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有东西给你看 我看了 你 我看了 你 你 我看了 你 我看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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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再加上你手中的两枚 就凑齐了 我 我 完了 久没了 你以为他把我抓回来要干什么 就是为了要那天珠 我终于找起久没天珠了 叔叔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当然 得天珠者得天下 他说的没错 原来师父不让我们演练这上面的法术 可十九年前 他为了夺天珠 用这天珠上的法术 杀死了同门师兄弟 而且他只破译了一枚上的秘咒 就被大唐锻造了无数的杀人兵器 他还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国师 这些都是拜天珠所赐 我说的没错吧 师兄 你在说些什么呀 咱们俩之间有一个坏人 那就是你 通缉犯臣天书 而我是国师天桥 举国公认的好人哪 师兄 你先看看那两枚天珠怎么说吧 那两枚天珠 是我当年拼命护住的两枚天珠 是师父亲自许给我的 但别忘了 只要我不说给你 他们也不算是你的 你想怎么样 我想要真相 事情已经过去十九年了 真相也埋没了十九年 你这个好人更当了十九年 我想这真相 也该让他大白于天下了 我说了你就把这两枚天珠给我 只要你说出来 我就把这两枚天珠送给你 我说了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我说了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师父 原济了 原济了 师兄 干什么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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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息 师兄 林伎 师兄 习近 trader 快快快快快 你 было最好的 谢谢 你后来 defense 看来 你会让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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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更缺陷无疑了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反正一会儿你们都得死 那本宫呢 本宫也听到了真相 国师你 是不是也要将本宫灭口啊 拜见天后 拜见天后 天后一驾来此 做什么 两件事情 一来呢 本宫想问你 陛下寝宫里龙踏胖 是谁在香炉里 放了制造幻觉的迷药 二来呢 本宫想开开眼 先帝在弥留之际提到的九星天珠 得道者就能掌控天下 本宫听说 国师你都凑齐了 真是想不到啊 本宫还有意外地发现 十九年前 慈恩寺惨案的真凶 国师你今天 亲口承认了 你说的 我若说出真相 天珠就归用我 算话不算 当然算话 好 没准备 比赛 尽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啊 就是这样 我天桥就是那个为了得到天珠不择手段的坏人 千端阁是为了得到公子咸崖手中的天珠 罗天栋是受人所多 还有南景王府杀人取皮的女人 郭将军之死 获都山之乱 这些背后的阴谋主使都是我 就是为了得到这九星天珠 得到这竹在天下的权利 要后 权利的味道 你最该隐瞒 现在你们所有人都知道了真相 又能怎么样 又能怎么样 你们统统都得死 师兄 慢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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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爹 爹 爹 父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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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等等 我有话要说 哪有话要说 你也不想想 这十九年你寻我 你从未寻见过 今天 我为什么出现 不是你找到我 而是我自己要来找你 你想说什么呀 我就算不用天珠的法力 我也能杀了你 你 你就是个蠢货吗 手上明明有两颗天珠 却不肯修炼 当年在师父那里 你我武功相差无几 如今我轻轻松松 就能要你的命 你还敢口出狂言 难道你还想杀我 你若有办法伤我分毫 我就让天珠认你做主人怎么样 你果然忠心 好 那你就去给你的主 领葬了 郻佬 起来 儿子 其实从后 也配刺人心相 就是左肩甲股下 两者的地方 这儿就是命的地方 peine 好吧 过去 lich 你 坐 蓋 来 言许安 师兄 一切都结束了 回头是安 一切都结束了 师父 当年天术 让师兄夺走旧星天珠 您就放心吧 弟子不会再让天珠落入贼人之手 我相信 您也会帮弟子完成心愿 师父 明慧 是明慧吗 天不觉我呀 我徒儿来救我了 师父 你若不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还会把我当你的徒儿吗 当然 你一直是我最口的徒儿啊 是啊 我为了帮你夺回天珠几次三番出生入死 你对我没有褒奖 只有责备 你还拿我的家人要挟我 还让我杀了赵兰芝 赵兰芝他即使是我的敌人 也比你对我好一百倍 你哪一点配得上当我的师父 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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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师知道错了 我知道以前对你不够好 可是你放心 只要你今天救了为师 以后为师就把毕生的本领 全都传授给你 怎么样 乖徒儿 来 扶为师一把 把手给我 来 你真以为我不懂啊 我把这手给了你 你就会吸走所有的血液和精气 你会复活 我却变成人干 师父 你真是到了最后一刻 还在想着害人啊 你真是到了最后一刻 你真是到了最后一刻 天主是我的 天下也是我的 天下也是我的 天后身体可还无恙 本宫还好 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我说了 你在这儿我走不愿 袁 你不是说把她亲手埋葬了吗 你撒谎 你还答应过我 不杀她的 你 我几乎是死了 差点被巨石砸死 都住口吧 刚才那一局还没打够吗 还要打到什么时候 远安 这个人为了你 在陛下寝宫门前 跪了三天三夜 你说声谢谢 不为过吧 我 叶大人 天后 你生了一个好女儿啊 只可惜 你们一家人的操守 都远远不及她 天后教训得极是 下官惭愧 天书法师 本宫对你 真是久仰啊 在下对天后 也很久仰 好了 十几年前的悬案已经解开了 你的冤屈也成清了 真是报应不爽 邪不胜正 可惜天桥跑了 虽然伤了心脏 可法力仍然高强 倘若她要是再回来的话 那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慢着 不要伤了明慧 对 启禀天后 臣不如使命 为您夺回了九星天珠 并诛杀逃跑的天桥 将他人头奉上 好 我 给你 冤枉 你辛苦了 平身吧 天后 您别被他骗了 他跟天桥是一伙的 启禀天后 明慧郡主身上 仍有案件没有查清楚 而且是不是天桥国师的同党 尚未有知 天后万万不可倾信 今天是个好日子 本宫也该告诉你们真相了 你们都误会明晦了 夺回天珠一事 本宫已策划多年 本宫在先帝那里 听说了关于九星天珠的传说 也一直怀疑天桥的勾当 所以明晦就是本宫安插在他身边的细作 表面看明晦是在帮天桥效力 实际上他帮的是本宫 夺回天珠一事策划多年 铲除天桥国师和他名下的步伐勾当 也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没有明晦 就没有今天的盛局 你们有什么可惊讶的 有什么事是你们知道 而天后不知道的 又有什么事是你们计算的到 而天后计算不到的 我以为 水月设计陷害我一事 并不是一人所为 定有同伙 我们还并未引他入宫 他们便自己找到了门路 说要主动进见你 而且 秦安郡主出嫁 路线隐秘 这些事情 集合起来 要查到这个人 应该并不难 可惜刺客已全部身亡 此事不能再追查下去 霍渡山剿匪 除了山贼的抵抗 中间也有一股势力 暗中阶 种种迹象表明 这些案件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 这背后的势力是谁 你怀疑到谁头上了 天桥国师 兰芝 国师在我朝举足轻重 若你没有明确的证据 本宫不能授予你 调查他的权利 原来如此 一切都是天后的精心安排 险些被我等搅扰了 好了 现在盛举已定 本宫对你们bere有风赏 谢天后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谢万岁 天后您看到了什么 天下属于本宫的天下 天后 这九星天珠还有很多秘密没有破解 您千万不要被这幻下所迷惑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秘密不明就去破译它 天书 本宫已还你清白 你的冤屈已澄清 本宫还会给你奖赏 天巧已不再是我大唐国师 本宫会禀明陛下 礼任你 为我大唐新任国师 希望你 尽快破译九星天珠的秘密 为我大唐统一天下 尽忠立功 领旨 监 cried deck 叮喱 баб 这么老师 电人 好 谢老爷 快 大伙快坐吧 夏叔啊 老爷 这人都到齐了吗 回老爷 都到齐了 赶紧坐吧 谢老爷 前段日子 我们叶家发生了很多事情 还好 这一切都顺顺利利地过去了 我们人都平安 这是老天对我们叶家的厚爱 好 为了这个 我们喝一杯 谢老爷 元安啊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相信你 也没有保护你 我这个当爹的做得不称职 爹 您怎么这么说呢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您都是为我付出最多 最亲的人 爹还得谢谢你啊 幸好 你识破了天桥的诡计 救了天叔 帮助了天后 你比爹爹有出息 最后你还没有被天桥所引诱 否则的话 哪有爹 我们叶府 哪有立足之地 恐怕 还得株连九族吧 好 现在呀 天后越来越喜欢咱们家小主子了 老爷的位置呢 也就更稳了 这老爷和夫人 夜里睡觉都能消醒了 爹 我哪有您说的那么能耐 只不过 看不惯奸人当道 极乐如仇而已 好 好 咱们家 劫后 必有大福 来 袁安娜 这母亲呢 跟爹爹的话是一样的 这以后啊 母亲会更加照顾你 再给你寻一个好婆家 以后啊 就好好地照顾咱们的宝贝外孙 我的亲您说远了 来来来 我们一起敬你姐姐一杯 姐姐 有你这个姐姐真好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是我们叶家 节后重生的欢乐日子 我宣布 今天不分主仆 只有家人 不拘礼节 吃好喝好 尽情欢乐 谢老爷 谢老爷 来 干杯 别耶 谢谢了 technologies 什么How 夏树 喝一个 夏树 喝一个 好喝好 夏树 喝一个 夏树 喝一个 借今天这个机会 我再说两句吧 这次的功劳 不是我一个人的 我还要谢谢一个人 在此 我要谢谢 周大人的 叶大人 大理寺还有些事情 兰芝来晚了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还客气什么呀 袁安 你可是发了帖子 赵大人就来了啊 爹 这家人 谁给他发帖子了 你看你这孩子 你给人赵大人发了帖子 你还不好意思承认 嘴巴硬 我 来来来 好 赵大人 赵大人 酒都买上了 干喝多没意思 滑拳吗 八瓶张 七个酒 二五 四 四 自己猜呀 喝 好 来 再来 我肯定还是赢你这次 二红席啊 来 这不算 六六 来 再来 五魁首啊 六六顺啊 八匹马啊 四十台 我喝 喝 五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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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罗勒 你怎么出来了 咱爷俩 可有些日子没嫁了 来 陪夏淑 喝一杯 穆勒 这么喝酒可不行啊 这么喝酒 一会儿就算了 你啊 现在可是 府里的大红人哪 对了 我还忘了问你了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 我明白了 是为了大小姐是吧 穆勒呀 你听夏淑跟你说啊 咱们呀 是夏人 你 那是咱们的本分啊 你对大小姐好 尽心尽力 那大小姐的心里跟明镜似的 大小姐对咱们夏人好呢 那是人家仁义 人家有教养 人家有德行 人家有德行 可做夏人的 可不能有半点的 非分之想 你想想 人家大小姐那是谁啊 人家大小姐那是谁啊 人是大家闺秀 官宦名门 大小姐的婚姻大事 老爷和夫人 早为她想好了 她早晚要嫁给 赵兰芝 赵大人 知道吗 我喜欢她 我知道她也喜欢我 不是两个人互相喜欢 就可以在一起吗 母子 我怎么说了半天 你还不明白呀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呢 是夏人 小主子呢 她是主子 你们俩身份不一样 喜欢也是白喜欢 也是竹篮子打水 一场空 好 啊 啊 奇卷登溪天降临 思念却剪口不提 长梦之中几番雨泥 沐沉心事 谁都想一事不理 怎了解都专心 我迷惘 你无奈 还对抗的爱有多荒荡 是谁在流言里唱一声 不敢曾经把旧叶花 叶花踏上 时光中流转 只留遗憾 飘荡在原始孤城 趁你离去的遗憾 岂许能与你相认 决念这爱恨虔诚 在与你不许自生 曾经把旧叶花 叶花踏上 时光中流转 只留遗憾 曾经把旧叶花 叶花踏上 时光中流转 只留遗憾